我们先念弥勒菩萨所问会的寄送 那给各位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你念Om Ma Ni Be Mi Ho的时候 要听CD的声音 也要听别人的声音 就像合唱一样 你不可能一个人唱Hallelujah 你的声音很好听 但是跟别人都不合 念佛的时候 你要训练自己 听自己的声音 也听CD的声音 CD开得很大声 也要听别人的声音 尤其是老菩萨 你念的时候也要跟大家配合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 先看第一页 在没念之前 我换一两张幻灯片 这次带大家念的都帅内院 在大宝基金弥勒菩萨所问会里面 的都帅会上 佛菩萨 所谓的都帅会上 可能声音要不要关小一点点 回音有一点点大 没关系慢慢来 请看幻灯片 所谓的都帅内院 不是只有弥勒菩萨而住 是贤结千佛 任何一尊佛 要在这个世间 最后一身 叫一身补处的菩萨的时候 都会上升都帅内院 所以 释迦牟尼佛在没有诞生之前 他也是 从都帅内院下降的 他叫上会菩萨 同样的 弥勒菩萨也在都帅内院里 所以一身补处的菩萨 都会升到都帅内院 表示他的功德 圆满就像十四晚上的月亮 十五的时候 他就会从都帅天宫下降 看下张幻灯片 以白相而视线为人间 所以他的母亲 一定会做到这个六雅白相 也就是菩萨菩萨的做起 六雅白相的象征 代表六度圆满 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说 舍都帅 将王功 气味出家 苦寻学道 最后成佛 然后呢 转法轮 广度众生 这叫八相成道 那这八相成道呢 只有 究竟圆满佛才会有 那一般人呢 是不容易有这样的功德的 所以我要解释 所谓的都帅 都帅的内院 不是只有弥勒菩萨 是任何一尊菩萨 才要视线八相成道 成佛之前 都会住在都帅内院的 当然 以元启法 现在 当然是 南魔当来下身 弥勒尊佛 我住在这里 所以下一张幻灯片 所以佛亚寺建了非常非常庄严的 弥勒菩萨 跟两位他的眷属 跟两位他的眷属 其实他就是视线一身补出的佛像 好 请看第一页 好 请看第一页 第九行 今天带大家再念一遍 明天我就会用打牧鱼的 所以请专心把心定下来 请合掌 拿着你的金本 若古汉文看不懂的呢 请你专心看汉语拼音 尤其是老菩萨 不要用耳朵听的 你一辈子都没有发愿 那现在呢 你要学着跟着念 就像你学宋普门品 跟阿弥陀经一样 好 请看第一页 第九行 一起念 念三遍 南无都帅会上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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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两句是一个段落 我念一遍 你跟着我一起念 念的时候观想 你带你的家人 爸爸妈妈 不管有学佛没有学佛 这个世界 他方无量世界的众生 都坐在莲花里 合掌而发愿 我经归命理 我经归命理 十方一切佛 我经归命理 十方一切佛 菩萨声闻众大仙天言者 佛菩萨声闻众大仙天言者 一礼菩提心远离诸恶道 一礼菩提心远离诸恶道 能得身天上乃至正佛 若我做少罪随心之所生 若我做我做少罪随心之所生 尽对诸佛前 忏悔令除灭 尽对诸佛前 忏悔令除灭 我经身口意所及诸功德 愿做菩提音当成无上道 愿做菩提音当成无上道 十方国土中供养如来者 十方国土中供养如来者 吉佛无上智 我经尽随喜 吉佛无上智 我经尽随喜 有罪西灿悔 侍福皆随喜 有罪西灿悔 侍福皆随喜 我经礼诸佛 愿成无上智 十方大菩萨 愿成无上智 十方大菩萨 愿于实地者 十方大菩萨 愿于实地者 我经己首礼 愿述正菩提 我经己首礼 愿述正菩提 得正菩提以 吹福于魔君 得正无意 吹福于魔君 转清静法轮 饶益众生类 转清静法轮 饶益众生类 长愿住世间 无量聚之节 长愿住世间 无量聚之节 吉于大法谷 度脱苦众生 吉于大法谷 度脱苦众生 我莫于玉泥 贪神之所欣 我莫于玉泥 贪神之所欣 种种多禅福 愿佛垂观察 种种多禅福 愿佛垂观察 众生虽够重 诸佛不厌舍 愿以大慈悲 度脱生死海 愿以大慈悲 度脱生死海 现在诸世尊 过去未来佛 现在诸世尊 过去未来佛 所行菩萨道 我今愿修学 我今无上道 我今愿修学 聚足波罗蜜 成就六神通 聚足波罗蜜 成就六神通 度脱诸众生 正于无上道 了知诸法空 无相无自信 表示诸法空 无相无自信 无助无表示 不生亦不灭 无助无表示 不生亦不灭 又如大先尊 善了于无我 又如大先尊 善了于无我 无补特切罗 乃至无受者 于诸不失事 不止我我所 为安乐众生 施语无签令 愿我所失物 不假公用身 观察了知空 聚失波罗蜜 观察了知空 聚失波罗蜜 持戒无缺检 得佛净失罗 持戒无缺检 得佛净失罗 以无所住故 聚戒波罗蜜 忍入如四大 不生分别心 以无称会故 聚忍波罗蜜 愿以身心力 发起大精进 兼顾无懈怠 聚情波罗蜜 兼顾无懈怠 聚情波罗蜜 以如幻如画 及勇猛精进 以如幻如画 及勇猛精进 金刚等三昧 聚禅波罗蜜 愿正三明志 入于三托门 愿正三明志 入于三托门 了三世平等 聚会波罗蜜 了三世平等 聚会波罗蜜 诸佛妙色身 光明大威德 菩萨精进行 愿我皆圆满 迷了名称者 勤修如是行 迷了名称者 勤修如是行 聚留波罗蜜 安住于十地 聚留波罗蜜 安住于十地 以如是所作 无量之功德 以如是所作 无量之功德 于地狱恶鬼 畜生于非天 于地狱恶鬼 畜生于非天 恶去恒气舍 愿获慈世国 恶去恒气舍 愿获慈世国 弥了狮子佛 未来教化时 我诸圣菩提 世无上授记 愿以此善业 余生生世世 愿以此善业 余生生世世 得获霞满宝 能依善之世 得获霞满宝 能依善之世 承担群生苦 愿行弥乐教 承担群生苦 愿行弥乐教 好 请拿一下引擎给我好吗 待会念三称大词弥乐菩萨 然后接往生咒 往生咒 当沐浴打快的时候 老菩萨们 跟所有的联友 你要听声音 好 呼参等 我爱不及情 噠 usable by juli 나무 нат mailbox 掌握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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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里托比阿米里 Sitam avi 阿米里托比 Jananty 阿米里托比 Janantyajemini Chidhajarisvamokan 阿米里托比 Janantyajemini Chidhajarisvamokan 阿米里托比 Janantyajemokan Anantyajemokan Arbhajaiya Chidhajarisvamokan Chidhajarisvamokan Anantyajemokan 请合掌跟我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念完以后我们静坐三分钟 请合掌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证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请看幻灯片 今天请你静坐 观想坐在大宝莲花里面 莲花是透明的 你可以观金色 红色 白色或五彩的都可以 莲花代表菩萨的六度万恒之音 而无上的佛果代表 而无上的佛果代表花开的同时 莲花也有莲子 所以代表因果同时 好 请背挺直 身体放松 眼睛请不要全闭 闭一半 静坐三分钟 禅修是很重要的 假如你能控制你的心 轮回的夜风就像电扇一样 你听得到声音 但是你的心不会受它影响 这样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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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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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戳你的手 这是不对的方法 请手放下 飞机 在新加坡机场 慢慢下降的时候 它一定是慢慢的 当你搭了飞机 全部的乘客都上飞机的时候 它飞的时候 也一定是慢慢的起飞的 也就是当你从定中 当在起来的时候 手是不要去搓它的 我也不知道是谁教你们的 二十年前我也听到人家 一放掌就立刻要搓手 不对 你可以轻轻地按摩手 但是不要用力 就像飞机一样 骑跑道的时候呢 手是慢慢的 这样你的气血跟身体 才不会受伤 就像刚才的批语 是很好的批语 好 现在 昨天讲了第一天 做了简单的介绍 现在请大家翻开 第十九页 十九页 先介绍法华经 第二十八品的科判总表 既然是总表 所以我先介绍重点 从第十八页到二十一页 我先介绍四个重点 请看 第十九页 第十九页 第十行 发来 发来很难翻 因为这是古汉文 简单它讲呢 我尽我的努力 虽然新红法师的英文不是非常好 但是呢 希望能够把大乘佛法能够介绍给新的年轻人 以及未来的西方人 所以这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 我翻成 我翻成condition of arising and manifestation 发跟来 发是指普贤菩萨从他的另外一个国土来 manifestation 来呢 是指他有他的因缘 他来做什么呢 供释迦摩尼佛 供多宝佛塔 以及听法华经 所以科判丁一丁二丁三 讲上供下话跟修禁 待会会详细讲 再看丙二 劝发 劝发什么 劝这里可以讲 encouragement 或是叫做convince 说服你 说服你做什么 说服谁呀 看英文 convincing all sentient beings 就是一切云云的众生 发什么 发不是发疯 也不是发癫 发菩提心 to generate the bodhicitta 所以古汉文 这是很深的 classical chinese 我自己学过二十年的古汉文 所以当我读大藏经的时候 是很快速的 所以可是对现在下一个世纪 的大乘佛教的佛弟子 我们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什么挑战呢 我多说几句 我也有感而发 南川的法师 斯利兰卡的法师 或泰国法师 巴黎文很好 英文也很好 西藏的仁波切 跟坎本 英文也很好 甚至来台湾也学华文 反而我应该鼓励我们 华人的佛弟子 应该多学一些语言 或许你会说 哎呀师父我已经老菩萨了 七老八十还学什么 法门无量试愿学 所以真诚地说 我每次为了讲经 法是很尊贵的 我起码要准备一个月到两个月 我才会来算佛法 可是有些老菩萨我发学 英文当然你可能看不懂 可是厚厚的讲义 对你来讲 你没什么恭敬心 这样不太好 你要有恭敬法的恭敬心 你将来才会有智慧的因 那万一将来你投胎再来的时候 你不是一出生 一定讲嘰里瓜拉的英文吗 可能你华语也不会好 那我问你 下一代的众生 怎么念补贤行愿品呢 所以我建议 所有道场可以分两次 一次念华文的 一次念英文的 否则年轻的人 永远不会好要大乘佛法 都学南传佛教 以及金刚乘佛教 当然都很好 这都是佛的证法 但是为什么呢 有很多原因 是因为北传的法师 都不认真学语言 那在家居士呢 动不动就是跟我说 师父这跟了生死没关 真的跟了生死没关吗 你再想一想吧 我们要积聚无量的福德 资粮 对不对 这一世尊贵的大宝法王 我参加他法会的时候 他的语言是藏文本 英文本 中文本 还有韩文本 听说他现在学印度文 还学日文 这就是菩萨 摩克萨 我们都有佛性 你要发心 进未来季 你才会立无量的众生 有一天 若你呢 升到泰国去 那你一定讲什么 Sawwati Kap 对不对 Kap Kun Ka 你有没有想过用泰语 为所有的众生 介绍大乘佛法呢 所以各位要发心啊 所以不好意思 我会来新加坡 震动你们的心 因为嘴巴很多人讲 发菩提心啊 嘴巴是讲 可是没有行为 我再做一个调查好了 假如现在 新加坡佛教青年红法团 要到南非去开分院 请问谁要愿意去啊 你们都会装作 没听到的 对不对 Sawwati Kap I'm sorry I have an old mother I have an old parents I have many many children 所以可见你的菩提心 只是在嘴巴上而已 你没有行动 再举一个例子 我并不是说我们佛教 要跟基督教 天主教比 老实说 我是二十岁的时候 才听到佛法 二十岁以前呢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基督教跟天主教 因为我住在台湾的乡下 牧师跟神父 都很认真地教我们圣经 师父也读过圣经 还会唱歌 还会舞蹈 对 教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所以我永远感恩他 最重要呢 是结束的时候 一定会发巧克力糖 所以我们乡下的 全部的小朋友都去了 带我们唱歌跳舞 感谢上帝的恩德 当时其实我觉得很温馨 因为我并没有听到佛法 我反而看到民间宗教 这个也拜 那个也拜 我觉得反而是牧师跟神父 做了很多教育 文化 慈善事业 举个例子 为什么基督教 天主教 全世界这么兴盛 告诉你 他众因 他任何的牧师跟神父 在上帝面前发了愿以后 越苦难的国家 他会去 第一个 他见什么 见医院 救当地病苦的众生 第二个 见学校 教育当地 教他英文 或教当地的文化 第三个 他才开始建教他 那反过呢 我们佛弟子呢 现在叫你去South Africa 你要见吗 我想大家很多人 都不会生欢喜心 跟有这种勇气的 所以我们学了大乘佛法 我们讲读 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真的要 佛教徒要再努力 再精进 你要从你的身口意 流出真正的大悲心的行为 这个才是佛法的功德力 好 请看下面 并二 并二 幻灯片 所以 Convincing beings to generate the Bodhi Gita 发菩提心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翻过来 请翻到第二十页 二十二行 并三 竖发 竖发 竖是什么描述 Description of the arising condition 他描述他为什么会发起的 这些因缘 包含护持教法 护持修行的人 以及护持释迦摩尼佛的正法 再看二十一页 第八行 秉四 发意 发意这里的发是什么 也不是跟前面的发意思不同 这里的发是指特别的强调 所以我英文用emphasis on these virtues of the practice on this sutra 特别强调 听闻到最后一品的功德 以及能够听到整部妙法 年华经它是有无量的功德的 所以简单的说 法华经第二十八品 科判可以分为这四类 你可以背起来 丙一 发来 丙二 劝发 丙三 都有竖发 丙四 有发意 所以都有四个字都有发 你们现在不是最流行一路发吗 要发那就请你念普贤行愿品吧 请你念法华经二十八 普贤菩萨劝发品 好 现在 请翻开第二十二页 出现的顺序 就念中文的是 纠摩罗萨大师的中文 英文的部分呢 我选了一个 Leo Harvard 它是从大政杖的经文 直接翻成中文的 翻成 从中文翻成英文 虽然是1976年 翻的 但是翻得非常的好 所以请看二十二页 普贤菩萨劝发品 请看科判跟经文 二十二页第九行 丙一发来 发来就是呢 说这个普贤菩萨劝发 从哪里显现的各种条件 请看 发来分三 丁一上供 offering the uppermost 上供一切诸佛 最重要供释迦摩尼佛 跟多宝佛塔 跟多宝如来 请看第二十二页第十行 因为各位都有讲义 为了节省时间 我就直接白话翻译跟解释 二十就是讲 释迦摩尼佛在讲 妙法莲华经讲到 第二十七品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 那一刹那之间 普贤菩萨 他有广大的神通 他在另外一个佛国图 后面他在讲 我于宝威德上亡佛国 他也听到释迦摩尼佛 讲妙法莲华经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佛讲到第二十七品的时候 二十八品的时候 他就有神通力 以他自在神通 这里的自在神通 是指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 没有一切时空的障碍 普贤菩萨 威德的名称呢 片文十方法界 我昨天说过 在这个世界的众生 刚开始会跟地藏菩萨 跟观音菩萨 还有阿弥陀佛有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苦难很多 可是要当你发了广大的菩提心 你才会听到 大恨普贤王菩萨 以及大智文书施利菩萨的名号 所以一般的人呢 他还是不知道 谁是文书 谁是普贤 除非有善根的佛弟子 读了很多大乘经论 你才知道这两位菩萨 可是呢 这是针对我们这个地球而说的 在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有无量无边的诸佛 有无量无边 发菩提的心的修行人 所以在无量的世界里 发了菩提心的人呢 都知道文书施利 跟普贤菩萨的名号 所以他这里讲 威德名文 他的威力 功德利 以及这名称呢 是在十方佛国土呢 都是上手菩萨 也就是说 排行榜前几名的 乃至在东方阿处皮佛的佛国土 或是在东方药师佛的佛国土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普贤菩萨跟文书菩萨的名号 当然观音菩萨 他们也是知道的 请看经文 与普贤菩萨这时候 他也有他的眷属 与无量无边的大菩萨 有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从哪里来呢 从东方来 把东方画起来 东代表旭日东升 象征着发菩提心 就像太阳升起 所以他从东方来 他为什么不从南方来呢 注意听 请问一下 你们送地藏经考一考你们 最近七月了 不要猛超度 我要考一考你们 地藏菩萨从东南西北 哪一方来 对 南方 保身佛的世界 南方代表一切的食物 欣欣向荣 所以东方代表旭日东升 媲美 要升起广大的菩提心 那阿弥陀佛是在西方 西方代表莲花布 所以东南西北中 五方佛啊 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是当普贤菩萨 他以神通自在立呢 他要来娑婆世界 所以可见呢 所有诸佛国土都可以听到 释迦牟尼佛讲经的声音 举一个例子 佛在讲法华经跟波尔经的时候 佛的弟子呢 神通第一的是谁 十大弟子 木建联尊者 对不对 没错 有一支佛讲经的时候呢 他就想 我要释迦牟尼来功德力广大无边 我不知道佛讲经 是不是有我们这个地球人听得到 他想 到底佛讲经的声音传多远呢 布建联尊者就往东方一直飞 飞飞 然后他说释迦牟尼来 请你加速 一直飞 飞到世界的尽头啊 最后一个佛国土 他还听到释迦牟尼佛 就好像在他面前讲经 所以可见佛度的众生 不是只有我们地球 也不是只有南瞻部州 也不是只有新加坡 佛度的众生是无量无边世界的 所以 大目炼尼迦连尊者 在东方最后一个佛国土 也听到释迦牟尼佛讲经 也听讲大乘的经论 也听到他讲妙法元华经 好 再看下面经文 索经诸国 普皆震动 好 注意 这是指菩萨的功德力 大地六变震动 注意听 不是像台湾的地震 那这样太可怕了 那谁敢欢迎佛菩萨来 这里的震动是什么 震动所有人的人心 就好像你当听师父讲经 你非常的欢喜 你从来不知道有六道轮回 现在你突然震动你的心 哎呀 原来是这么投胎的 所以普皆震动是指震动你的人心 那假如菩萨就来一次大地震的话 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欢迎佛菩萨来了 是不是 好 所以不可以依文简易 好 注意 他还会欲保莲花 尤其是普贤菩萨 他经过的佛谷 会大地六变震动 而且他身上会散出各种莲花 甚至呢 他的眷属会做无量百千万亿的种种祭乐 就祭乐就是各种音乐 就像佛门的凡败一样 好 请看一下一个照片 北传佛教 我们北传佛教都要雕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庄严饱满 对不对 而是普贤菩萨 威德名文 非常庄严 这尊普贤菩萨坐在大宝莲花里 你看他拿莲花来 他头上也是带着宝罐的 身上呢 金银珠珞 所有金银珍宝 所有音格 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庄严 也跟文殊势力菩萨一样庄严 可是北传佛教里面 这个只是做他大宝莲花 还有拿莲花 莲花我刚才说 代表六度万恨的音 好 再看下一张 日本人 怎么用话而形容 普贤菩萨一经过的时候呢 所经诸国普皆震动 欲宝莲花 你看 普贤菩萨他手掌一放光 手一合掌 他身上放光 天上就掉落一些鲜花 而且呢 玉天曼陀罗花 所以有机会去日本跟韩国的时候 应该多多参观佛教的寺庙 你可以看到唐朝很多 已经我们在中国 因为历史的因素 而失传的文物 在日本跟韩国是被保留的 尤其是日本的这个国家 师父不是很崇拜日本 不过从文化跟佛法的角度 我是非常赞叹跟随喜他们的 我用这个是要让你看到 普贤菩萨 他起白相 白相代表什么呢 实践的力量 忍辱的力量 跟堪忍的力量 我再讲一遍 一 实践的力量 Action 你要去做 第二个 刚才说 哪三个力量 第一个 实践的力量 第二个呢 忍辱的力量 大象 它再多重 它都能够承受 第三个呢 堪忍的力量 所以日本的国宝呢 是非常非常庄严 不过我说一句 你们别记忆话 日本人 有时候太重视copyright 他都不准人家拍照 然后反而呢 到寺庙面前说 你give the shop 我们已经拍好了 请你花钱买 我觉得这个薪量 有一点小 假如这张普贤菩萨 能够全世界都流通 没有copyright 每一个家都供养一尊 普贤王菩萨 跟文书菩萨 那个功德力呢 是比你世间 所赚的钱还多的 好 接下来再看 既然普贤菩萨 从东方来 所经过的佛国土 都会普皆振动 玉宝莲花 所以在还没有进入 下面的经文 讲二十二页下半段 二十一行补充资料之前 那我们先得看一看 也想一想 我们住的这个世界是什么 请注意听 我们住的世界你了解了 你才知道东方从哪里来 西方要去哪里 以及我们的 弥勒菩萨的东帅内院 在哪里 请看幻灯片 幻灯片 这就是我们所居的南瞻布州 南瞻布州呢 是以一个日跟月 所围绕的地方 学者上曾经考验说 南瞻布州是喜马拉雅山 现在的学者也推翻了 答案 南瞻布州不在地球 不是喜马拉雅山 为什么呢 假如喜马拉雅山是南瞻布州 日月绕的话 那北巨鲁州是没有善根的 可是北方刚好是西藏 西藏是佛法最兴盛的地方 所以换句话说 南瞻布州不在地球 它在大气层的某一个中心点 看这个幻灯片 有一座尖尖的山 有四大天王 下面有香水海 一层一层一层像莲花一样 那这个我们住的这个世界 对不对 人间再往上去 四大天王住的 那一共呢 有 有 有33天 一层一层 每一层有28层天 所以22乘以38 不是 22 等一下 33天乘以28 有这么多天 所以天上是有很多的 天上不是只有地 玉皇大地 或是西天王母娘娘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天 那最高的呢 我们天现在又分三种 玉界 色界 跟无色界 玉界就是我们有五欲六成 色界是有形象 再上去无色界就没有形象 只有念头跟光 所以弥勒菩萨呢 住在色界的地方 弥勒菩萨的东帅内院 因为梅勒菩萨会显现形象 这几天我们都会放 普遣菩萨跟梅勒菩萨的照相 梅勒菩萨呢 八万四千像 八万四千随行好 所以他的相貌是很庄严的 所以他在兜率内院 所以我们住的南瞻步洲 是这样的 当然往底下呢 就有地狱恶鬼畜生 六道轮回 再看近一点 你看弥勒菩萨就住在兜率内院 他有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你看到的只有三个 因为另外一个是在背后 四大天王作为弥勒菩萨的大护法 所以也是我们这个寺庙 南瞻步洲 为什么我们的寺庙一进三门殿 都有弥勒菩萨以及四大天王 最标准的呢 各位可以去看新加坡双灵寺 他的建筑就是很正统的 中国式丛林 从唐朝以后 中国式丛林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一张幻灯片 我们要先知道轮回很苦 这就是西藏的六道轮回图 六道轮回图上面一个很恐怖的 那个是什么 那不是鬼 那是你的我直 ego 我害了你自己在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面 大家都知道有三善道 有三恶道 再看细部 六道轮回里面呢 基本上是没有佛的 为什么 因为佛的业力不需要来住六道 各位你送地藏经 请问地藏菩萨为了他的妈妈 地藏菩萨是光木女 为了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呢 是杀身 毁棒三宝 造了很多恶业 结果呢 他在佛面前 为妈妈点灯做功德 后来呢 他就到了地狱 地狱见到了无独鬼王 他问他 这里是哪里啊 他说这里是地狱啊 很多很多的地狱啊 那他说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无独鬼王对他说 去地狱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什么 业力 第二个是什么 愿力 对 所以一般人我们会看到鬼 那表示你跟鬼有缘 不见得是坏 不见得是坏 举一个例子 现在新加坡也有年轻人 body buddy 一群一群 像你们呢 姐妹姐妹党的 假如有一群的人 有一个人学佛 他到了极乐世界 只有另外的一群人呢 有一个投胎到人间了 另外呢 其他都做过坏事 对不对 到了地狱恶鬼畜生 那请问 那你会想到你以前的朋友 你一定会去找人间的 那位你的朋友嘛 对不对 极乐世界你是去不了的 所以你也找不到的 那你找人间的时候 那对不对 是前世的朋友 可是你现在突然觉得 怎么有一群鬼来找我 不一定是坏事 他一定知道你是佛教徒 来找你 一定有求于你的 所以你要升起慈悲心 所以中原超度 是只有佛教才有 基督教 天主教没有 基督教 天主教认为 只有人间 还有要嘛就是地狱 再嘛就是升天 而鬼呢 他是呢 认为evil 可是我们佛教认为 鬼也是有佛性的 所以再回来看这张图 所以六道众生里面呢 我们人间能够看到的呢 你只有什么 畜生道 这是我们的业的显现 地狱 恶鬼 畜生 你要跟他有缘 才能见得到 所以你们的余兰彭会 是呢 观世音菩萨献什么 面然大事相来度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 后来就开了余兰彭经 所以秘书长 我现在就已经在讲 最后一天的开示了 对不起 这是相关的 所以在六道里面呢 上面是三善道 天上 人间跟阿修罗 一般阿修罗三善道 看 三善道 中间你是梅勒菩萨 左边是人 右边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语音 阿修罗是战神 他福报很大 但是脾气很坏 所以特别注意啊 假如各位联友 你拼命修福报 你的脾气很坏 你将来会做阿修罗的 阿修罗是战神 很喜欢打仗 最喜欢跟天上的天神 什么 抢美女 因为天上的美女他没有 因为阿修罗的女生都很丑 所以他喜欢天上的美女 所以他为了女人 要跟天上打仗 那你想想看 我们人间的历史 有多少的帝王 为了女人也是打仗的 对不对 所以三善道里面呢 我们叫善 就是善根比较多 所以我们人间也有佛法 天上当然有弥勒菩萨 也有诸佛菩萨的化身 当阿修罗道呢 当然也有佛菩萨的化身 再看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 畜生道我们看得到 在新加坡也可以看到 有说有流浪的小狗 小猫 对不对 那因为你们吃的食物呢 都是全世界进口的 所以你也看不到电动厨财场 其实众生呢 被杀的时候是很可怜的 那恶鬼道呢 就是佛菩萨会撒干露 地狱道呢 他会呢 灭除他的猛火 好 看看这张恶鬼道 再看到这两个佛菩萨的中间 有没有看到一个啦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阳之尽水撒干露 那恶鬼道的众生很可怜啊 他脖子细细的 肚子大大的 然后嘴巴吐的都是猛火 这火从哪里来 不是佛菩萨害他的 而是他的业力 业力若没有尽的话 那火是不会停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就为他撒干露水 为他念佛跟念咒 那这个时候 他的火就熄灭了 所以余且咽口的来由 就是这样的 再看下一个 畜生道 畜生活着做什么 一辈子就是被人家养 还有呢 一辈子等人家杀 所以畜生是很可怜的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以前住新加坡 他学呢 学鸟类 他说 他读了鸟以后 他也知道鸟多可怜啊 我们在公园里看鸟啊 都非常very happy comfortable 鸟是没有家的 下雨的时候 他也没有地方躲啊 太阳太大的时候 躲在树下 对不对 还会呢 被其他的动物吃啊 或是惊吓 你们睡觉的时候 还有床啊 请问鸟睡哪里啊 它没有地方的 那我就突然问他一个问题 那鸟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人间还有医生呢 他说鸟呢 很聪明 它会呢 自己去找药草 某些药草 它自己吃下去 咀嚼 然后它睡觉 鸟的病就会好了